下午去看了《从21世纪安全撤离》这个电影 来看《从21世纪安全撤离》 之前就很多人在网上说这个片子神作好看 我就一直想去看 但是之前它的典映都是在晚上 所以没时间看 终于到了8月2号 它算是正式上映了 白天也有场了 我今天下午跑去看了 我那场大概做了四五个人 这个片子看完之后给我的感觉好奇怪 真的好奇怪 我有一种被别人从网上骗到电影院里的感觉 我说实话 这个片子你既然这么想拍出这种漫画风来 你干脆就直接拍成漫画就好了 你找真人来演 然后不停的用这种漫画的方式来表达 看的挺别扭 说实话 《艺人之下》也是有一些类似的表达的 但是两部片子搁一起比 我觉得《艺人之下》要让我观感更舒服一些 从21世纪安全撤离 感觉通篇弥漫的这种中二风 就是想给你抖机灵 想让你找到那种漫画般的感觉 但确实找不太到 人物塑造 故事等等都特别的漫画 就特别的低令漫画 说是科幻片 但是它没有什么科幻片的质感 因为它始终给你一种漫画的感觉 这里面的武力值就更让人迷惑了 像中主席一个人都打几十个 然后碰见了孙小亮就不是对手 然后孙小亮是几个人一起都撼动不了他 最后原来是因为从小看结霸长大的 然后他们又回到20年前 让他变成了一个肥宅 所以才搞定了他 反正等等等等 整个故事的处理都非常的像漫画 就像小朋友看的漫画 导演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确实用了各种各样的电影化表达 但是你表达的中心点到底是什么呢 我看有一个评价 说是这是一个超长的B站视频加强版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特别像B站的视频 就是完全是各种各样碎片化的东西 这个现实场景给你配上一些五毛钱的特效 然后里头是有一些特效镜头 看着还是真的花了钱了 但是这些特效镜头 放在一个这个漫画感很强的这种框架下 你就不会觉得他真实 总之吧 你别看都是真人眼的 但是这个打击感也不真实 这个故事讲的也不真实 这个人物塑造基本上就完全溜于表面 一共90多分钟 他塞进去的东西还挺多 里头有一些小的地方挺幽默 就比如说在床上一直不醒 然后那哥们说 他要是能醒过来 我把家里的别墅钥匙连我媳妇一起送给你 结果转身 这个那哥们就醒了 然后还拿玻璃瓶子砸了松阳脑袋一下 结果松阳转身就醒了 就是像这样的小幽默有一些 但是整体真的是一言难尽 我看有一个大V还说他是难得的神作 说实话我真没觉得 这个片子我现在从各个方面来都不太看好他 商业性我觉得也一般 他是面向什么样的观众呢 我也不太清楚 总之不太看好这个片子 我觉得推荐张若云粉丝观看吧